掌柜的 掌柜的 我已经看过了 掌柜的身体是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这腰应该还在腹中 可是我们段家 没有对不住他呀 他为什么要缠着我们不放呢 段老爷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这洪嫁依婴儿皮 说的就是 这即将出生的婴儿 和即将出嫁的姑娘 如果这两种人突然死了 他们的心中有仇恨 变而为妖 这柳音音生前是段家的儿媳妇 死了又没有看到段郎 他自然会来找你啊 已经那么多年了 干嘛突然间出来闹事啊 段老爷 三月三日那天 正好有多位新娘同时出嫁 他本来就心有怨气 再加上你们这么一闹 当然要出来闹事了 就是啊 你想 我和自己的丈夫 死了都不能在一起 你们凭什么能在一起啊 还欢欢喜喜地去结婚 更何况这里面还有段郎的妹妹 那 那依你们两个之间 我该怎么办 段老爷 依我二人之力 恐怕是降服不了那妖怪 还请段老爷将您为玉放出来 我们三人好好琢磨一下怎么治他 不过还要请段老爷 跟我们走一趟 这 段老爷 这妖怪锁命 退天就危险一分呢 那就 就依你们之间 来来来来 放车 放车 麻烦二位啊 您客气了 起来吧 人都走了 怎么样 我也能好不好 话说 我们真的要把段老爷带过去 段郎都死了很多年了 我们去哪里找他 只能找段老爷 去安慰一下他了 那要是碰不到 他会不会发飙啊 你们两个 我能不去吗 音音 音音见过上仙 段郎呢 音音 音音 段伯父 音音 当年 我儿子成亲前 和你一起共赴黄泉 他没有通生 如今 他的坟墓还在成熙 事故怕是早已浮游 你找不到他 可能他已经转世了 伯父 我劝你一句 不要再等 转世吧 来生 还可以再续前缘呢 你说什么 他已经放下了 你还没有放下 转世吧 你已经耽误十几年了 放下 我怎么放下 他怎么可能放下 我不信 既然你们都找不到他 那就留下来 陪我一起等他吧 段老爷 你把他放出来啊 放心吧 他是我未来公公 不管怎样 我都不会对他怎么样 这样吧 只要你们在三天之内 找到我的段郎 我就放了他 怎么样 那我要是找不到的 找不到 那就是他负了我 既然他负了我 我就不把他负了我